下面不要寫太小 很多人 一開始的時候就會把字寫小了 尤其筆畫多的 一開始就寫小 那寫小字就會覺得奇怪怎麼越寫 筆畫多的反而覺得很擠 筆畫多的就寫大一點 那主筆畫是這個 拉長 那待會下面一個筆畫就不能寫這麼長 稍微有一點流動的動感 筆是有方向有角度 有彈性 這是刺長橫 但是我稍微加重一點 筆 筆的心 一定是靠左邊 這樣才會正 那這點這邊點 拉的時候右下角就會特別的 突出 勾起來順便點這兩點 3 4 4 我那點感覺斜上去的角度 沒有九成功來得高 九成功感覺斜的比較大 我的勾在九成功是比較小的 九成功 燃 這點水歇歇 九成功啊 下面就不用拉出去 因為再拉出去可能沒空間了 好 十 鞭字旁 鞭字旁 鞭字旁這個鞋挺直一點 這是一人一半 這邊形成一條直線 然後這一個也是一人一半 左邊 不深長 右邊無所謂 左邊不深長 右邊 這邊是主長橫 刺長橫 吳彥博的勾都很大 所以盡量勾大一點沒關係 這樣 稍微小切點 雖然吳彥博只有寫過一次 你還是可以拿出來用 因為上下剛好都是一個原部 就不希望說兩個寫的一模一樣 這樣看起來 好像都沒有在思考 寫字其實一直在思考 思考如果讓它 變化 然後變化又不能變得很怪異 每一筆都在想著 輕輕 差一點點的變化 也是變化 中筆沒有變化 我準備誇張第三個橫畫 準備誇張第三個橫畫 拉開了以後 那你剩下的點 很勢必就是擠在裡面 不能再比上面大 羊 然後準備寫長一點 竖畫長一點 那竖畫長一點的話 你可以選擇說我的橫畫不用那麼長 因為看到羊一般人都會把這橫畫拉很長 不一定啦 有時候橫畫不一定拉長 那直畫拉長的話 這個字就會長得比較高 橫畫拉長它就長得比較高 請 兩個約啊 兩個約就下面的約一定是比較 大 下面的約稍微 比它大喔 比它大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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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撇 長撇 短撇 短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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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等一下還有一個 又寫 等一下還有一個勾啊 所以就寫短一點 這個勾 應該是最長的 好 什麼 短撇 留一個短撇 就是長和後面稍微壓一下 弦的要嵌入 所以書法寫得很長 可是上面的塵 並沒有寫到底 下面留一大段的距離 留一大段的距離 然後長 然後這個背就要牽進來了 只有牽進去的字這樣看起來才會緊密 要同一個字 先 克如果不想拉長的話 右邊倒是可以拉長 右邊有個刀字 刀也可以不拉長 看你怎麼想 有時候 它的變化很多 比如說我不想拉長 這樣也可以呀 念 念一下是撇短 那長 這裡有個讓它微微的翹一下 溫彥博的那確實比較大的翹 有成功的比較 要溫和一點 每次寫下這個座我都覺得寫得好特別啊 因為只有九成功寫過啊 通常都照九成功 那這個座 做的比較大的問題在 下面是沒有生長 下面這一段是不生長 很特別啊 很特別啊 瘦 瘦這個有時候是當作這個字的 最上方的蓋子 並不是這個旁邊的耳朵旁的蓋子 所以你會發現它寫的是歪的 不是寫在耳朵上面 把它蓋的時候留一半來蓋住右邊的這個 這個口部 這個就可以加粗細 加弧度 得 斜度 還是斜度啊 所有的斜度都是為了要等下這個 握鉤 壓下來啊 好的 它又寫過 把這個 旁邊的字寫得比較 方正長短差不多 還是有點了 還是有點了 古代有點了 撇短納長 還是讓它微微的翹起來 鳴 撇定這樣逆回來 逆回來才好看 縮緊 封好 封好 立 以後不一定要伸長啊 你可以寫短喔 寫短這個字會比較緊 如果你把橫歪拉長它就會比較鬆 形 有寫過形喔 他的形寫起來像衛碑啊 看起來怪怪的 因為他寫得又方又扁 那一刻的又立 這種做法就比較像衛碑的做法 端 這個一定是寫上去的而且寫得小小 他一定不放棄這種拉長的機會 所以你在寫的時候心裡就會想說他大概 有哪些習慣 拿出來用 誇張他的習慣就好 搖 這個如果拉長喔 他也撇就不用伸那麼長 如果拉長撇就撇在裡面 如果是寫短撇就從外面 他大概有這兩種寫法都可以表現 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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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